好,这里是电影刘国,我是爱看片的老刘 今天和大家介绍一部全球累计上亿次观看 都把评分9.2的影片触不可及 想必这样一句话各位有所耳闻 给领导做一万件好事,都不如陪他做一件坏事 菲利普自由被家庭教育要做人中龙凤 在成功的路上越走越远,不惑之年却徒早劫难 跳伞时崴了脖子,肩膀以下全部瘫痪 一则高薪长聘贴身护理的广告引来了各界经营 轮椅上的菲利普倔强的看着每一位应聘者 有高等学府,护理专业出身,钻研人文关怀的 一个个嘴上说着不求财不求名 单纯想要帮助残障人士重返社会 康复时,营养时,健康管理时是这样就有 可菲利普觉得他们就是这一群傻 竟然会提出我们家的豪宅想不享受住房补贴的问题 在说菲利普的脖子以下被医生宣布瘫痪 这群应聘者竟还会说可以帮我重返健康生活 简直和上坟烧报纸忽悠鬼是一个套路 应聘大概过去了两个小时 年轻的德西斯忍不了冲了进去 我不是来应聘的,就是让你给我签个字 证明我应聘失败没有工作 及其三个单位的应聘失败证明 我好去领失业救助金 菲利普好奇,年纪轻轻对生活就这点追求吗? 其实不是 德西斯一进屋就看上了他的秘书 怎么样,我的品位不错吧 菲利普没有签字,告诉他明天九点再来 今天我不太方便 看得出来这位大哥是确实不方便 行了别客气,不用你送我,明天我准时过来拿 回到家一间门全是兄弟姐妹 想找个落脚的地儿都费劲 妈妈回来把他一顿臭骂你失踪了六个月 连个电话都不给家里打 你还是一个人吗? 赶紧滚犊子,我少你个儿子不算少 在外露宿街头一夜 德西斯九点就准时来到了菲利普他们家 好好打量一番,这老他们家是真大呀 看看人家,这才是生活 有管家,有秘书,有采购的,有打扫尾声的,还有厨师 一圈走下来他被管家带到了属于他的房间 感觉不对,这完全是应聘成功才有的流程 他才明白自己竟然被选中了 特别是看到房间里专属他的浴缸 想想如果能把菲利普的秘书带进来 那么,拖了这活德西斯街了 监狱里面六个月的生活 让这位社会小混混感觉走进了天堂 大大咧咧的,也完全没把菲利普当个残疾人 一个月的试用期,菲利普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扛得过去 不过他就是喜欢这个,不把自己当成是病人的小混混 一心下来,菲利普是又气又笑 每次吃饭看到秘书玛格丽他都会走神 完全不顾忌菲利普的感受 自德西斯来到这里,就打破了原本各个阶层一本正经的高贵 怒斥菲利普15岁的女儿竟然早恋 还在楼台和鸡毛挡子男友玩成年人的游戏 每次泡澡时,他都忘了自己还有一份照顾老板的工作 完全听不到对讲里老板玩命的呼喊 经常要管家亲自上门提醒他 才能想起来,还有个他们老板需要照顾 不小心管家在他包里就发现了电棍和刀子 作为老板的左右手,他从不按照吩咐做事 宽敞的院子里面车子一堆 为了出行方便,以前他倒是被放在面包车的后排 没想到德西斯就不愿意了 说实话,你虽然是个他们没有错 可这条件在这摆着,总不能委屈你 像货物一样被塞进后备箱吧 我和你出门,必须有点激情和盘怨 咱们开这台粪叉子 别说菲利普心里确实喜欢他这虎劲 自从菲利普出事之后,豪宅大门口经常被邻居的汽车把战 出门可不方便了,他还是个文明人,不好撕抛脸 但是这次不同了,德西斯可不惯着对方臭毛病 大傻,赶紧给我挪车,滚下来你是不是瞎 这周人替他出了一口恶气 来艺术品展馆里,一幅三万欧的作品吸引了菲利普 可是这放在德西斯的眼里就有点过分了 什么玩意儿,鼻子出血甩步上就敢要三万欧 老板你要是真喜欢,给我一摆就行 要我多少血,我给你甩着就多少 离开艺术品展馆的菲利普去见亲属了 女总管通知菲利普家人,说他找的这个户里有点风险 那人坐过牢带着刀,哪天再给你整残了 你是不是太冒险了 这句话菲利普就不愿意了,我再残还能残哪去 这事你们都别管了,就他把我当个正常人,我乐意 德西斯这天没事就邀请秘书玛格丽来房间谈事 一进屋,德西斯非常正经的说 看我的大鱼缸,咱们俩座里搓澡一点都不挤 玛格丽开玩笑的说行啊,还以为可算能进球了 没想到是自己太肤浅 深夜里对讲传出了菲利普应该送去火花的声音 没想到是药物带来的副作用,他经常这样 德西斯尽管一身流氓的气质,但是心肠好 经常这样不行啊,那多造罪,咱出去溜的吧 自从瘫痪以来,菲利普第一次深夜出门 你别说欣赏一下夜色心情好了,副作用也消失了 德西斯他就是一个粗人,没有他们富豪那么矜持 听说他颈部以下失去了知觉 就好奇那方面你还行不行啊老哥儿 没想到菲利普自己也不知道那方面还行不行 不过他耳朵比较敏感,两个人哈哈大笑 点根烟送到嘴边,来一口这玩意逮劲 反正你都这鸟让了,一口烟也耽误不了你多少寿命 还别说他的烟有一些特殊成分,瞬间就精神头十足 从此菲利普爱上了这口,难受呢就来上一根 正常人吸烟有害健康,能不吸就不吸 可对他这样四分之三残区的人来说,也算是一味良药 老板高兴要去餐厅做作 德西斯是从来没来过人均消费一千的地方 特别是他们连巧克力都做不熟,年年糊糊的 还整个怪名字叫什么什么熔岩巧克力我才不吃 服务生赶紧给我换一份苹果派 虽说德西斯这人总不听老板的话,经常自作主张 不过深得老板喜欢,他被正式录用了 老板是人才之间喜欢交币友 他说秘书写,准备给交往六个月的女性币友回信 德西斯来劲了,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写信 不能打个电话吗,万一他是个恐龙你闹心不? 就算不是恐龙,他万一是个男的 你说你是不是被骗个人才两空 把菲利普气得差点从轮椅上蹦起来 结果还不坐下对面不是男的 两个人就开始天天打电话 四分之三残得他仿佛恋爱了 菲利普虽然残,但是有钱 平常喜欢一些高雅的活动 比如这种一坐四小时门票还贼贵的地方 听一棵大树在这唱歌 每个人都非常的严肃 唯有德西斯哈哈大笑 老他妈你说你们是不是傻 花这么多钱过来挺时四个小时 看一棵大树在这唱歌啊 哎,还有你这老头子 旁边那肯定不是你媳妇啊 德西斯他喜欢音乐 但是这种高雅的他欣赏不来 回到家的德西斯就开始闹幺蛾子了 咱们光听声音可不行啊老板 万一他是乔比罗你怎么办 来整一张你坐轮椅上最帅的照片邮过去 白担心你坐轮椅会被嫌弃 咱有钱咱怕啥 就这张吧,我觉得挺帅 老板降不过他 但是呢背后偷偷换了一张 没有轮椅的照片寄出去了 中途工作期间呢 老板的闺女比较强势 对这些伺候他他妈爹的人 非常的不尊重 不过这次遇到的是德西斯 那么就抱歉了 赶紧给我滚毒了 我没说让你进来谁也不好使 哎,小耳朵 你那闺女目无尊长 跟谁俩那天天嘿哈的 上次在天台和鸡毛党的亲嘴 我都没好意思说 但是今天我发现再不管管 明天你就得抱孙子了 自从德西斯说完这些 菲利普果然去教育女儿了 因为他也从其他手下嘴里知道 他确实非常过分 奔随这位又手又虎的直性子 照顾自己后啊 菲利普仿佛年轻了 他体验到 即使如今瘫痪 我依然也能非常的快乐 被拉到雪地和活蹦乱跳 给他打雪仗 胜败那都不重要 能做个活把子 他都非常开心 有时候一大早上 还拽自己起来跳舞 跳舞时 菲利普从来没有踩过德西斯的脚 就连他那把轮椅 都被德西斯给改装了 从此以后 菲利普的轮椅 超越了公园 大多数骑电动车的 趁管家和亲人不注意呢 还回到会所去按按摩 对 就是他喜欢的那种捏耳朵 砸眼间 一年一度的生日宴会就到了 每次富豪菲利普家 都会来很多很多亲人 不过他非常讨厌 这些人来参加自己的生日会 能到这里来的 不过是想看看 他是否还活着 如此重大的节日人群中 唯独没有菲利普领养的闺女 好奇的德西斯来到房间 一看这孩子哭的 原来失恋了 正吃要寻死呢 还是女管家的纸鞋 要造了一大瓶 这把菲利普乐的 孩子你还是太小 这要吃多了也死不了 但是你得便秘撒月 别扯犊子了 好好的吧 拉不去来猫猫 多倒退啊 孩子说了 鸡毛挡子跟我分手 还说我会话 我给你钱 你去教一教一他 德西斯一转身走了 我才不去呢 再开门问他多少钱 接了一小的买卖 他再回到宴会 一首接一首的曲子 听得他已经快要睡着了 这么的你们都别谈了 这是过生日不是葬礼 来听我的 跟我一起摇摆 带动全场昏腾 惹出了不少笑话 这是菲利普 自大瘫痪以来 最高兴的生日 之前菲利普在房间 偷偷的画了一幅画 这时老板就把这幅画 把他给偷偷的卖了 没想到竟然卖了 一万一千欧 上次生日会 答应老板闺女办的事 他还真的去办了 人高马大的他 一副小渣男克星的气质 分分钟就搞定了鸡毛挡子 从此这孩子 每天早上去 给老板的闺女送早餐 帮忙孩子再帮他爹 趁老板一个不注意 把对方给约到了巴黎 下的老板是赶紧准备一下 把他拿出最帅的姿势 结果菲利普在餐厅 整整摊了一天 比有一直没有露面 菲利普就生气了 推我走不约了 咱们出去兜风 又说菲利普 绝对是一位成功的坦吧 带上德西斯 上了自己的飞机 他就喜欢德西斯的本放 无论何时何地在哪里 毫无避讳的 敢叫他一声摊吧 兜风可不是坐飞机 这么简单 他们就来到了 另一个地方准备玩跳伞 也就是德西斯吧 换成比尔 早就推你回家了 不仅偷偷来这自己跳 还倾向把德西斯那些绑起来跳 在回来时 德西斯的小麻烦就来了 弟弟在外面惹事 找到这里请哥哥帮忙 这小子当初和社会流氓接触过 进了几次局子 不管可是要出大事 老板发现了 就开始打听 你们兄弟是怎么回事 要不要我开轮语压过去帮帮你 这就说起了德西斯的经历 他从小把被这家人领养 一屋子人都是异性兄妹 可是这养育之人 是不能不报啊 得帮养母分担一下 老板看出来他的难处 不舍得让他离开这 但是还得去做他自己该做的事情 找到人生正确的方向 总不能陪我一个 坦巴巴耽误你的一生 人走那天 他还是惦记着秘书玛格丽 不过发现自己是没啥戏了 这家伙竟然有女朋友 大门口又出现了挡门的汽车 菲利普在房间里 看着他还在给自己解决这麻烦 自从德西斯走后 菲利普又找了几匹新的护理 可是每个人都把他 当成是病人来对待 只要菲利普一闹情绪 越是这样用看待病人的眼光去包容他 越让他无法得到一个正常人该有的尊重和尊严 离开菲利普的德西斯回归了家庭 用正确的方式 引导着弟弟远离那些坑你的朋友吧 老板菲利普的学识影响了他 凭这点很快就有一家公司把他录取 另一面老板是日渐销售一脸乎须 因为根本没人能理解他内心真正需要什么 就连午夜出现的药物副作用 他们也不能帮他缓解 没办法了 管家就给他打电话说 你过来帮帮忙吧 要不然菲利普快完了 德西斯的方式与常人不同 二人虽然生活在社会的不同层次 但是他们互相知道对方内心真正需要什么 又开着那辆份叉子 他带老板去飙车了 一路超速驾驶 还引来了警察的追赶 下车前德西斯和菲利普还打了个赌 他妈我赌200欧 一会儿警察得前后开路把我送走 你信不信 果然在被盘问时他忽悠警察 你再这么耽误下去 车里那个他妈就要死了 翻出轮椅 确定车里人确实是个残疾人后 菲利普还卖力的口吐白沫表示病情极度的危险 最后他们真被警察一路护送到了医院的急诊科 还变得度假小屋 欣赏着日出 更契合了他的心意 可是胡子长了不能不见 德西斯的骚操作又是让不能动的菲利普又气又笑 特别是德西斯看到菲利普被自己恶搞的模样 两个人就这样从最初的上下级 如今成了朋友 最后离开时又偷偷为他和比友来了一次约会 也许这就是他们能相处成朋友的关键 他知道他内心需要什么 一个年轻漂亮的妹子 听说这部影片就是根据二人的真实经历改变 现实中这位菲利普真的和比友结婚 还生了两个女儿 这完全可以证明 颈部以下瘫痪 但是能力依然尚存 德西斯后来就成为了一家企业的高管 婚后生了三个孩子 二人一直保持着联络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要说菲利普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他为什么会瘫痪 这源于他失去了最初的妻子 为了能缓解这样的情绪 他选择去跳伞来缓解这份痛苦 结果万万想不到 脖子挫折落下了重疾 以为人生就此失去方向之后 却遇到了憨憨的德西斯 可能是命中二人八字相合 互相给了对方寻找人生意义的动力 接着他帮他用比友取代了自己 菲利普也用自己身为做人节的观念 让他后来成为了企业的高管 每个人一生都会遇到 一位真正互相影响的朋友 他未必会在物质上对你提供任何的帮助 但却能在某种精神层面上 产生不可孤灵的力量 这就是身残质不见的 菲利普和德西斯之间那些不得不说的事 好了今天咱们就到这里 我是老刘 点击关注一下 明天再见